龙老师 刚才咱们看了爱出色 其实还有一部影片你也提到了 就是与时尚同居 这部影片其实我看了之后发现 它的人物设定和故事背景 完全有点照搬川普拉雅女王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有点意思 就是他对于时尚和精英 持了一种些许嘲讽的态度 可能这也是这种叙事策略 取悦观众的方式 其实作为国内的时尚电影 与时尚同居做了很多将商业流行元素 本土化的工作 但何欣讲的是 一小博大的草根创业故事 所以小人物的奋斗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边除了创业精英 做到坚持以外 里边还讲了三条非常重要的职场 咱们再来看一下 职场法则之三不争 所谓的职场三不争 不与上级争锋 不与同级争宠 不与下级争宫 成为重要法则 世上没有人能够超越它 谁说的 琼莎瑟兰就不比他超 托伦敦朋友买的 送你了 他学过女中音 音语宽广广而厚重 能扇到很高的音 也能够下得非常低沉 我们要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一切 做飞选的 也要时刻保持好奇心 就单第一条不予上级争锋 电影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艾尼克斯 泰特克斯林 你们大驾光临真是我们的owner 您的位置还没好了 老规矩最好的位置 您对面就不会有您不想看见的人 泰特克 我的superstar 你给我们做的专题太棒 perfect 总部特别的喜欢 我跟你说 明年我们在米兰的秀 你可一定要来 所以我现在可不能答应你 我不管我约了 艾尼克斯 这您得替我说两句话吧 您看这位爱徒了的呀 是不是亲爱的 您这边请 不定里边请 来拍这个 稍等 总部也吩咐我 给您安排一个顶级的位置 来这边 与时尚同居中 周小辉就是绝对的反面践行 质疑上司的品位 抢白上司的采访 不是先告知就代替上司发言 这每一项都可以说是死罪 上司怎么会不想先处置而后快 谢谢 谢谢各位 下面我们就要请出 我们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名上代表上台发言 怎么没有跟我说 要展望这个环节 引领着当下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他更带领着 未来中国时尚的走向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出 名上代表 我的老朋友大明星 开启上场 欢迎她 所以如果不想跟他一样辛苦地开创创业之路 那么还是老实低调一点为好 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叫做造谣众生 山伯流言 所有公司的形象 这种八卦杂志谁会信啊 公司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次不一样 社长为了公司的架构重新洗牌 悄悄去见新的投资者 现在这样一爆出来 如果疾病 海外就医 对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来说 绝对是唯一 可 可我没有这样说过 我说的是社长当时他在海外度假 您当时在场您听到 您可以帮我作证吗 我说了没用 社长很不满 总的人承担责任 我这就给社长打电话 您了解我作证 做错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我没犯错啊 不要太囂張 小张 小张 你没有提过证明对吧 甚至连这个找替罪一样的主意 也是你出的 展话要分串 这是董事会 杀的决定 你送给我的唱片 尽量不怎么样 顺带说一说 我还是喜欢卡拉斯 我发挥到你了 你希望跟我做 你的名字是我给你的 名下副主编的身份 也是我给你的 没有犯错 我怎么选择你走 好 开会了 为了面子 你自己resign 其实周一鸣在电影里 饰演了一个 极聪明于智慧于一身的 这么一个职场人员 咱们说好听了 这个男人是对事业有上进心 但是说难听了 可就是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了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腹黑男 其实演习跟现实是很不错的 感谢观看 這次是周曉輝的挑戰 從現在開始我叫周曉輝 不用辭職 我出這個門就跟所有人講說你開除了我 英文小胖 今天發生的事 字也不許說出去 一個字也不准 我一定會成功到 讓你羨慕我 你們 真打算跟著我 相信 你知道我打哪兒 走 所有事情好跟不好都會想到極限 然後我去選擇 對我對大家都是好的事情來去做 我不選擇對我好 然後對大家不好的事情來做 這是我比較堅持的事情